本节目有好书宝牌 黄金油胶碗特约播出 龙潭酒壳 海底好 饭用好书宝 有警示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各位好 我是于斌 现在要是问您一句 说您发过快递没有 估计您都得取笑我 是从原始社会来的吧 没错 随着电商和物流行业的 飞速发展 根据国家邮政局 快递大数据平台 实时监测的数据显示 我国快递年业务量 已经突破了千亿件的大关 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一 2022年的上半年 快递业务量 已经达到了493.9亿件 人均快件使用量是35件 日常生活中 通过网络下单交易物品的情况 是越来越普遍 那么与此同时 因货物丢失和损毁 引发的纠纷也逐年的多发 仅仅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当中 某快递公司 就因为涉及贵重物品 损毁的快递保驾纠纷 连续上了好几次的热搜 并且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到了 辽宁 巨东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 曾女嘉先生 那么以按说法 来探讨快递保驾问题的所在 以及如何改进 曾律师您好 您好 主持人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您又走入我们的演播间 为我们答应解惑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探讨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深圳的夏女士 究竟遇到了一件什么样的糟心事 好吗 律师 5月6号他们其实已经正常运营了 然后我们再打给顺风 那个人员的时候 他告诉我 还是因为疫情风控 没有办法派送 5月中旬 就一直在打电话追 他们还是告诉我们 因为疫情风控 不能派送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就怀疑有点不对 然后就很强烈地问他们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他们说 这个键找不到了 他们现在在帮忙找 反反复说了三四次 最后告诉我 这个东西找不到了 然后就走理赔 他们那个下单页面 不是有一个一元保价 跟两元保价吗 然后我就选了一个两元保价 因为我没有看清 他们上面很少的一个字 就是价值声明 他们就是抓的这点 然后只赔我一千块钱 然后我不同意 这名客户 这个单页下单 都是保价是一千块钱的 那按照 绑架建签 他们的总来说 甚至至少赔偿钱 都不超过这个保价的这个金额 所以说我们这边 目前跟公司多次反馈 这个结果的话 确实是达不到 这个一万亿的这个赔付 这个调查这个结果呢 目前的话 公司他也在做这个核查 但是物品在运速途中 造成这个疑似呢 责任人员的话 目前我们还没有核查到 您看啊 曾律师 这件事看上去 确实挺让人生气的 一万一千块钱的手机 最后快递公司 只给赔了一千块钱 相当于一个零头 这还是保价了 您说要是不保价的话 咱不能保证 咱不能证明 这个手机的价钱的话 岂不是说一分钱 都不赔给咱们了吗 曾律师您看 快递公司的这种做法 它究竟合适吗 快递攒行条例 第27条 第一款规定啊 快件延误 丢失损毁 或者发生那件短扫的 对保价的快件呢 应该按照经营 快递业务的企业 与机械人约定的保价规则 确定赔偿责责任 对未保价的快件呢 依照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确定赔偿责责任 注意啊 这里面提到 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 与机械人约定的保价规则 这句话 尽管呢 每一家快递企业的保价条款都有差别 有差别 但大体的理赔规则呢 是一致的 保价包裹 物品价值 保价费用 赔偿规则等这个关键条款呢 都是企业以格式条款的方式 预先制定好 并以服务协议的方式 要求机械人 确认同意后 才能进行投机 对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一旦出现问题 消费者根本无法运用这个规则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是不是 只能通过输送 对丢失的物品进行价格评估 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不受损失 所以说呢 这个保价规则是保护快递公司 它保护他们的 而不是保护机械者的 所以每个人的脑子里 就画了一个答问号吗 其实在这起案例当中 如果说夏女士自己 还有一点失误的话 那么呢 就是接下来的这个案例 杭州的消费者呢 刘先生可以说是足额的保价了 结果呢 仍然是被现实给泼了一盆的冷水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还是先看一段短片 那个记的东西 就是两块那个 十克的那种金条 它上面的话 我们是那个龙凤城墙的 然后它的价值的话 大概是在8000 我当次保价的时候 也保了8000 9月10日下午4点45分 住在萧山的小刘 要把20克黄金 送到住在古住区的 一位客户住处 本来打算用闪送 但是呢 很久为人接单 后来就下单了一个 同城急速的单子 20克黄金 目前市场价值约8000元 小刘特意进行了保价 保价金额8000元 下午5点钟 快递员上门取借 拿走了黄金 并进行了拍照 6点48分 快递员给打电话说 黄金丢了 他把黄金放在口袋里 上衣放在车上 然后去上厕所 回来就发现 口袋里的黄金没有了 快递员还向彩河派出所 报了警 打个电话过来 跟我说丢了 可能是在我穿衣服的 这个 黄金骑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骑的快 然后口袋里面 它震出来了 我就回去找 找然后就没有 然后我就当时就报警了 9月11日 小刘接到了快递公司 官方客服工作人员 打来的电话 对方表示 愿意赔付2000元 小刘当即表示不接受 明明保价8000元 为什么最后只赔付2000元呢 小刘称 自己查阅了相关资料 都是说 保价了 就应该是全额赔付 对方这么做 他真的不能理解 我的要求就是说 足额赔付 因为我是正常保价 我也是足额保价的 他们400的客户电话 跟我讲了 我预计赔付2000 这个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本身的话 我环境20块市场价值 就在购买证明什么 价值证明 我都提供给他们了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弘扬中医文化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打造高方精品 中华高方专家 伴您健康百年 有警师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师 欢迎回来 曾律师 您看 这个案例 说不过去了吧 说不过去了 人家刘先生 这次可是老老实实的 按照20克黄金的价格 保价8000块钱的 报价单上 也是写得明明白白 那为啥快递员 把黄金给弄丢了 客服还能说 只赔2000块钱呢 密法典 833条规定 货物的损毁 灭失的赔偿额 当事人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交付 或者应当交付时 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 进行计算 到达地的市场价格 到达地的 对 法律呢 行政法规 对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或者赔偿限额 另有约定 按照这个相关约定 大体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邮寄过程中 发生丢失或损毁了 是 有约定的 按照约定来 对 没有约定的 按市场价格 来计算赔偿 投机当地的市场价格 对对对 在此案例中呢 双方约定的 清清楚楚了 就说是价值8000元 我也按8000元保了 这种情况下 还提出 只赔2000元 这是一种违约行为了 违约行为了 没有任何理由可讲 这就是您刚开始说的 这个没有什么 任何的争议 对了 没错 就根据后续的进展来看 刘先生报警以后 这顺丰公司 确实也赔付了 8000元给刘先生 但要是在双方 有约定的情况之下呢 还要动用司法力量 来来解决的话 那这个保驾条款 岂不是就形成虚设了吗 你说 在这下来确实如此 是不是 对 这种保驾方式呢 从表现形式上来看 就像一种保险 对 空运 海运一样 保险的标的呢 就是所运送的 货物 对 一旦出现毁灭 或者是灭屍 或者其他损毁的情况 应当履行赔偿义务 但是快递公司呢 并不是保险公司 它不是独立的第三方 而是成运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吧 那就说什么呢 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 所以他制定的保驾条款 虽然不一定说是 对消费者不利 但肯定应该对自己有利 我觉得也是这样 你说我们都知道 一旦有既当裁判员 又当运动员的情况 发生的时候 吃亏受苦的 一定是对方 对 就比如下面的这个案例 王先生网购的手办到手之后 它是坏的 但现在呢 还不知道找谁说理去呢 我购买了一款手办 然后呢 从广州这边发往北京 他当时对这个保价是18000 我购买的时候是17000 然后到了以后呢 我发现这个 就是手办还有破损 发货钱 做开的视频 包括发货的时候 然后这个顺分 他们也都是承认的 现在破损了以后 保价18000 他告诉我 他这个东西只能修复 但是对于手办这种东西呢 他修复了以后 就会折损 就这个大大折扣 价格可能就不值一 就是当时我买的这个价格了 所以就跟他们 收分去协商 本来我跟他们协商的时候 我就说了 我说你要么把这个回收 按照那个啥 就是按照我这个保价 全额赔托 要么就给我买一起 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都不认可 他们说是 找他们的合作方 给我修复 这个事我问过 这个手办厂家 他们都没办法修复 别说是合作方了 并且这个合作方的资质 他们一直也无法提供 最后到现在以后 告诉我 就只能赔付这个 500到600块钱 告诉我是 他们是按照 他们自己的规定 认为这个东西 没有完全损坏 所以他们无法去 按照保价去赔付 这个不是保多少 就给您赔多少的 我们这边是根据 就是说 就是给您按照这个比例 给您赔偿的 是实际损失的金额 然后再加上 这个投保金额的比例 好 曾律师 你看这起案件表面上看 这客服说好像也是有道理 说是综合快件 实际损耗和保价金额后 按一定比例进行赔偿 由于手办不是完全损坏 所以无法按照保价金额来赔付 但是您说我怎么就觉得别扭 我买的明明是个完好的手办 对吧 什么都在 你给我游来的一个是坏的 怎么我要换一个好的 你说就不行吗 你还跟我说可以提供维修服务 谁用你维修的呀 再说这个东西我要的就是好的 你修好了我心里就得劲舒服了 不是这样的呀 确实这样 保价规则实指 就是快递企业单方面 规定的一个格式条款 快递企业应当依据民法典和消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全名 来规定保证格式条款的内容 遵循的是公平原则 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并依法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 你得告诉你对方 对 不能说你赔多少就赔多少 对 想怎么赔就赔什么赔 那都是不行的 所以建议王先生诉讼解决 诉讼解决 对 由法院确定具体的损失金额 对 依法进行赔偿 对 那么我们也了解到 在今年双十一到来之际 多家快递公司就都推出了 保价和产品的升级服务 将重点围绕保价的展示 理赔规则和理赔时效 针对性地做出了优化升级 计划推出的部分保价产品 不仅全损全额赔付 而且赔付时效和周期 也会大幅地缩短 从理赔到完结最快 只需要半天 曾律师 您对此怎么看 就这个行为和做法和规定 当初中国快递业起步 刚发展的时候 都没有系统规范的 涉及保价赔偿的相关问题 没有 任何一个行业 或者一个 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 都是从无到有的 对 目前依然沿用的是参考传统的 邮政的快递服务保价管理 所以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这以上的做法 有点不适用于现在的经济环境 或者市场环境了 所以当下一个规范的 快递保价服务市场 也不可能仅仅靠行业自律 或者是快递企业 一职的权益之地来建立 我们还是希望 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 及时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 明确快递保价的基本规则 禁止行为等等 只有一套规范完整的 法律规体系 才能达到一个 健康良性的保价市场 没错 快递市场 曾律师给我们提出了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大的愿景 但是这个愿景 是可以让我们的生活 更美好的 让这些